诶 别事啊 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 等一下要录的节目呢 好啊 如果这边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环保议题 那这次环保议题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名字叫做 净零排放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净零排放 我知道现在节能减碳很重要 净零排放是不是应该要把 碳给降到最低啊 然后像是就是 很多的温室效应啊 温室气体 然后能够降到最低 然后能够趋近于零 叫做净零排放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差一半啦 因为刚才提到了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 这次产生这个碳式 加温的气体嘛 但是呢 我们要使用 其他的复碳技术 跟自然碳汇的方式 把排放跟净零的部分 两个相减 然后趋近于零 所以让这个气温呢 或者是对自然的环境里面 伤害不会这么大 所以呢 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像全球都很专注这个问题哦 已经签订了一个巴黎协定 并努力的将这个气温涨幅 控制在1.5度到2度之间 所以包括了像我们现在的新北市政府 它是一个 新北市它是一个人口汇集 跟工商业发达的一个城市 所以呢 他们很早就已经签署了气候紧急宣言 并提出了2030的气候愿景 所以这个做法推出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厂家跟业者啊 就会开始变临的转型的问题了 这是不是听到现在有很多的企业 有很多的这个宣传会讲说 如果你去跑步跑多少 然后呢 我就去帮你免费的种一棵树 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便利商店啦 或者是百货公司 他们可能也会号召说 晚上我们一起关店一个小时 然后让地球降温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型的方式 其实你刚才有提到 没有错 刚才有讲到停那个节电的部分 我就想到每年的夏天啊 就是台电都有可能会去宣布说 他要涨价 没错 他一涨价可能就是 当然是小市民的荷包受损 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 我们的企业 它的成本相对的增加了 所以每次说到要停电的时候 就会有绿色能源这件事情 被大家所重视 所以我们的新北市 他们也首先的加入一个脱煤联盟的城市 并且在2022年底率全国支线 他们已经完全即使燃烧煤炭的这个部分了 所以没想到新北市现在已经是完全不使用煤炭来做这个燃料 没错 而且还蛮先进的 而且除此之外 除了2022年的工作之外 他持续有做减碳的一个规划 像比如说2023年到目前为止持续进行的 ZERO碳键碱中心 还有我们的绿色能源煤盒会 产业建立润台 以及键碳技术煤盒工房 希望透过气跟市府的一个合作关系 把这个节能键碱跟能源转型的观念 带给所有的企业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也想了解企业他们是怎么想 因为我原本就有的设备都好好的 我等于是如果我要全面的更新 变一个节能减碳的 或者是绿化的一个设备 我势必得付出更多的成本 但我不知道能够回收的状况 他们能不能接收 这让我想到 新北市确实有很多是传统产业 那一般大家想到说要节能 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换省电灯泡 这是大家第一个直觉的 那就公司或工厂而言 他可能因为我原先已经投了很多的设备 那我的成本已经是这个投资在那边了 那现在要我再花一笔钱 去做节能的设备 然后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赚得回来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老板们 他们可能真的会 这个仔细地去盘算一番 对啊所以我觉得政府 要在企业跟企业之间 达到一个合作的一个双向沟通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 当然我刚才还有一个议题 就是现在其实不只是在环保里面 还有一个议题叫做ESG 这个词也是蛮吸引的 我知道因为现在呢 就是配合这个国际上的这样子的 金管会呢已经有要求上市上柜的公司 都要完成的这个完全的揭露 ESG这个社会企业责任的这个指标 然后他会有一个分数 甚至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企业 他都已经要求他的配合厂商 他的下游厂商 也都是要做到这个ESG的指标分数 而且不只是所谓的企业之间很关系 像譬如投资者或是利害关系人 对于这个产业 对于这个企业能不能信任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看他的ESG 它是一个企业永续发展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觉得这个 金领减碳金领排放的这个部分 它不只是环保议题了 它可能延伸到我们的企业成长 或者是生存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延续性蛮长的 好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这个主轴的话 我们应该就是都放在这个有关于 新北市的产业之间 要如何的 然后达到这个新北市 敬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目标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上 我们就邀请到了新北市经济发展区的 绿色产业科的陈信良科长 以及绿色产业联盟的赖心秘义书长 以及业者代表逸光电子的丁建民协力 一起上节目来跟我们谈谈 好 那我稍微整理一下 等一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好啊 我们就开始进行录影了 好 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准备正式今天的节目 好 好 现场录影 5 4 3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子庭 大家都知道现在气候异常认识越来越明显了 因此呢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净零碳 以及这样子一个减碳的时程跟目标 其中呢在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呢 他们也喊出了要在2050年 要达到净零碳的程式哦 其中2030年就要先减碳30% 哇 减碳30% 算一算时间 差不多6年左右的时间 新北市政府能不能做到 又要怎么做呢 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三位专家 好好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各自的领域当中 怎么达到这个减碳的目标 好 当然一开始要先请我们这个新北市 这个金发局绿色产业科的这个乘客长 跟大家讲一下 2030年我们要先达到减碳30% 要怎么做呢 那新北市政府在推动净零这一块 是相当的积极 在102年就成立绿色产业科 来推动再生能源 那新北市也是第一个加入脱美者联盟 然后第一个在国内 第一个宣示紧急气候宣言的城市 那另外其实在110年 其实我们就以副市长来召集 然后整合了环保局的 气候变迁调试平台 还有那个金发局的 那个节电专家委员会 然后成立了我们气候变迁的 跟集能源对策的执行委员会 来督导全新北市政府所有的局势 大家一起来做节能减碳 是 要做节能减碳 现在当然是工部门先行 所以新北市在很早就已经把 各机关装了那个智慧节能系统 那把各机关的用电状况都拉回来 都做管控 那其实就是现在目前已经有 6点多%的节电效益出来 那再来就是那个路灯的泰换 其实在103年到105年 新北市的那个路灯 已经全部泰换成LED灯 那因为这个大概10年的那个效期 已经大概到了 那新一波我们就是大概 从今年开始会启动 那预计因为现在的那个 LED的效率已经有大幅提升了 预计这一波泰换完了 我们又可以再节省20%的电下 是 那另外当然其实在环境部分 也大概就是增加一些植数啦 还有友善耕作 那目前新北市境内的植数 已经达468万颗 然后友善耕作面积已经到543公顷 那能源这边我们就要强调的是 多元的再生能源 因为其实除了就刚刚讲说太阳能之外 我们用公有暗场联合标注啦 用一些太阳能补助的方式去推动 那目前有到了159.4MW 那再来刚刚讲说 可是太阳光电之外 我们也积极的推动地热 去年我们新北市境内的 第一个地热暗场已经发电了 1MW 然后另外一个4MW也动工了 那我们预计在2025年 希望有9个MW 然后再来就是包含焚化炉 焚化炉它燃烧垃圾之后 产生的热也是要拿来发电 那现在新北市一年的那个 就是垃圾焚化的发电量 已经到达4.9亿度 大概其实包含掩埋厂 还有养猪的澡气 我们也都回收回来发电 那其实现在那个发电 一年也都有 大概我们现在回收澡气 也到达接近600万立方米 那其实因为澡气本身 也是温室气体 其实对整个净零减碳 是有帮助的 那透过刚刚讲这些努力 目前新北市 已经较基准年减碳了11% 那当然我只要离30% 还有个距离 我们会继续努力 的确我们刚刚看到说 其实在这个 新北市政府来讲的话 其实政府做了很多一些 有关于这个 渐渐减碳的一些目标 那以政府单位来讲 他们自己先下去先做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还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讲 是政府本身必须要做的 那对于企业来讲呢 其实新北市政府 有很多的大型企业 有很多的这个产业 其实都落脚在这个 新北市政府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邀请到就是 一光电子的这个丁协理 协理我比较好奇的是 就产业来讲 或就企业来讲 这个我们常常在讲说 这个节能减碳 要达到这个净零碳 这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因为气候环境变迁 这很重要 但是对这个企业来讲 他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势必要付出很多的一些成本 然后可能要做一些 整个跟我们一般想象当中的 这一些传统工业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子的 是不太一样的 那为什么企业 你们自己想要来做呢 这企业的话要做 那当然就需要为它 永续的一个生存跟发展 那刚刚的话 那个主持人有讲 那现在我们 一光电子的话 自从啊在 我们是创立于1983年 那我们是做节能 还有光的应用的一个 那个专门行业 我们现在拥有3000项的一个专利 那我们耳后还会在更 在智能上面的话 或者在节能上面 更能够去努力 那我们都知道 刚刚的话科长也有讲 很多的方法可以节能 那现在如果企业 产业要能够节能的话 我这边有带来一张表格 给我们的观众啊 来做一个说明 现在的话 我们传统的一个白字灯泡啊 是他的发光的效率 他100瓦 他的流民数才造成1000流民而已 那现在我们进了 最后 现在我们有看到市面上的一个 节能的灯泡 螺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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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话是 他的发光效率的话 他就23瓦 他一样可以发出 差不多1100流民 是 那我们一光的LED灯泡 6.8瓦就可以发出啊 1100流民 是 那都相当的一个功能上面都能够 发挥到1000以上的流民 那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讲一下哦 我们阅读最好是500流民 那以上 那最佳的状况是800到1000 是这样子的说明 那如果你换灯的话 开始一从开始先换照明开始 刚刚有讲了 你要换一些的其他的设备 那都是属于一些可能要花重大的成本 嗯对 但是今天你换照明的话 只要回收率的话 差不多是12到15个月就回收了 是 所以鞋里提出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构小 就刚刚像你看到的这样子一个灯泡寿命 其实旧的这一个灯泡的话 他以同样的这个寿命125天来讲的话 再用LED的这个灯泡 它其实就可以达到3000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寿命来讲 然后它更节能 然后同时省电 那所以呢 你即便你现在换了一些这个灯泡 把它换成LED的灯泡 刚刚鞋里有讲说 你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回本了 对 哦那我知道说 其实就产业来讲啊 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呃节能的这一些政策 势必一定中间要有一个就是 介于政府跟这个产业之间沟通的桥梁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绿色产业联盟的这个 赖秘书长 你就是作为这样一个角色 要不要先跟他讲一下 你这个角色到底做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要怎么帮助产业 能够知道说 这样的这个节能减碳 或者是静灵泡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首先我就是其实刚刚科长有提到 他们是102年成立 我们也是102年成立 其实大家要去看 其实新北是一个非常前进的城市 在102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 新北四绿色能源产业联盟 就在当时朱立伦市长的这个 呃鼓吹之下我们就成立 那我们的 其实我们是从节能开始 就像易光他们本来 也就是我们的创始会员 那再来就是 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Exco 其实他就是能源技术服务 那在现在这个时候 他是越来越重视 那我们从节能的部分 然后走到创能 创能大家有听过吗 太阳能 风能 地热 还有像现在的氢能 其实都是一些技术方面 那更重要的是 大家应该有听过除能 像现在特斯拉 是不是大家有听过家用除能 还有就是日本有很多的这些商品 其实呢 我们也就是因为 我们都非常早的 就是已经在布局了 所以我们的会员 其实都是在这些的 领域里面的翔除 最后最重要的是 刚刚科长也有提到 就是所谓系统整合 我要怎么样子 其实一个好的total solution 就是我怎么把节能 创能 除能 系统 就是整个整合在一起 那因此呢 刚刚其实我们再回应一下 什么样叫做 呃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啊 现在这个SDGs 嗯 就是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 我们其实 应该是说我们新北市 这市呢 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 就是我们第17项 就是伙伴关系 我们从市政府 然后到我们的工协会 对 然后最后呢 我们跟产业 其实我们是一起去做 这个奋力的 那刚刚也提到说 现在的这个 呃挑战越来越严峻 是 刚刚有提到其实现在 我们的呃中央 其实有四大政策 能源政策 要能源转型 产业转型 社会转型 跟生活转型 嗯 大家可能一直觉得说 哎我们好像是社会转型 跟生活转型 比较常听到 就是尤其是我们 呃之前环保做的非常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是已经 呃回到关注 就是我们如何去进行 能源转型 跟产业转型 刚刚也提到 就是在产业转型呢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我们是中小企业 起家的 对 那在中小企业 其实呃在中小企业的部分呢 大家其实是 有点茫然 那大家 呃就像我们其实 呃实际上去年 一整年执行探检检 我们其实帮 就是新北市政府 这里 其实我们第一线 我们就是去做辅导 先了解他们的问题 嗯 那很多其实中小企业 给我们的反应是 他们根本不知道 政府有哪一些 相关的补助 哦是 或是他们也不知道 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嗯嗯 那对企业来讲 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就是成本回收考量 我们刚好啦 其实产业现在也有一个 就是关键 他们刚好就是在接班转型 是 啊可能前一 你知道前一辈 老一代的 老一代你知道他 你能用就用嘛 嘿就是节省 啊新一代的不一样 新一代对他们来讲 就是永续这个议题很重要 环境这个议题也很重要 他们其实更有社会责任 跟价值跟担当 哦哦 所以反而在这个转型 你去说服就是二代三代 更容易成功的 对因为他们其实是 等于是在这个生长的过程里面 他们不是用低价竞争去 他们会觉得说 哎其实我对 就是反而是观念上面 他们是比较能够接受 像异光这样子的公司 因为你本身就是做 这个节能的公司出现 所以我相信你们公司 一定都是LED的 这个在这个 照明上面一定没有问题 那你们在公司里面 有哪些东西 你们也是有做到 这样子的一个 节能的一些设备 我们现在第一轮 大家看到的 现在第一轮换LED 现在是70% 那也就是说30%还没换 但是这渗透力的话 现在才来到70% 但是即使你换过一波了 刚刚秘书长也有讲 现在因为有第二代接班的 他的话想法比较更先进 他可以接受说 哎那我高效能的LED 还可以比原来的LED 再节省20% 新科技出来了 新科技出来了 那节能 就是说在这 现在目前为止 工业局 告诉我们 我们用在全台湾 用在照明上面 一年用280 280亿度 250亿度更正 那这250亿度呢 刚刚我们所讲的 它渗透力的话 70%减掉了 那剩下 现在还有75万 75亿 75亿度 还能可以再节省下来 那如果渗透力的话 它这30% 再往前渗透力到百分之百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再节省60亿度 那60亿度 当然大家是什么概念 60亿度的话 就是我们2020年 我们用油来发电 也不过才发电44亿度 那61亿度是什么概念 它可以节省300万吨的碳 那300万吨的碳 又是什么概念 它相当于大安森林工年 一万两千座的年锡碳量 那就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只是让我们LED的话 渗透力跟日本一样 达到推到百分之九 我们刚刚所节省下来的电 又是60亿度 所以其实光在照明上面 来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节省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的减碳 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刚刚主持人的话 还讲说 那公司又有做了什么 除了我们 那个什么 减碳以外 我们又做了什么小撇步 那有些什么小撇步 刚刚那个新北市的话 他们有四部曲 那我这边的话有建议 产业要减碳的过程 也分享各位观众朋友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的话 就是你组织行为的改变 那组织行为的改变的话 就像说 随手关灯 多走楼梯 然后冷气不要开得太强 这个的话就马上可以节省10%了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换设备 你设备的话 如果你设备换像 那个我们刚刚的节能的设备 还有冰水暑机等等 这些换下来的话 又可以节省30% 那10%加30% 新北市政府 2030年的 就已经达到了 达标达标了 就达标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使用的话就是 那个什么能源的一个转型 那就是用绿电嘛 这个的话又可以再 接近30% 那刚刚那个也有讲说 设备的一个制程的改变 就像那个现在的话 黄勋仁 他的话上个礼拜他就讲 我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的话 我现在可以提高35个速度 但是我减低了一半的用电量 这是现在每个企业 都要在研发上面 要去琢磨的 那到了最后一环的话 那就是硬是把碳给吞回去 叫做护碳技术 护碳技术 护碳技术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因为还没成熟 价格非常的高昂 比如说我们把碳给固化掉 还有就是像刚刚所讲的 把重速然后把碳给吸收回来 那这个的话最后这一里路的话 是可以再节省15% 这样子的话就是到2050年 就是净零就可以做得到 哦原来这其实的话 他有很多的步骤 然后其实都是产业之间可以做的 但我们知道说 刚刚这个科长先生有讲到说 这个净零碳这样的目标 其实是非常的长远 看起来我们刚刚这个 我们协理帮大家算了一下 新北市要在这个2030年 达到30%这样的目标 如果我们在照明上面 在能源上面 稍微多做一下琢磨的话 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在去年 在2022年的时候 新北市已经是做了这个 达到了这个无霉程式 然后在去年多 就2023年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一个 叫做这个减碳式部曲 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新北的减碳式部曲 是哪式部曲呢 第一个他成立了这个 新北的碳渐检中心 然后同时呢也做了这一个 绿色能源的这个媒合会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讨论这个产业 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在新北市 其实有很多大型的产业 那他们做了一个净零的论坛 最后呢他们还做了一个 这个技术媒合的工作坊 要不要请科长先跟大家讲一下说 在去年度做这个净零碳的 这样的四部曲 他们的这个功效 以及目前这个执行的内容 大概有哪些呢 好 那大概去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当然就是欧盟边境关税 就是C-BAN 那另外就是 其实我们的那个气候变迁法 也通过了 那我们国内也要征收碳费 那其实当然就造成很多企业的碳焦率 那其实我们去思考的 如何去全生命周期 去陪伴企业来走减碳这条路 那我先分析一下大概 其实以我们医疗风的那个比喻方式来讲 那其实要做净零碳第一件事情 那要先有病逝感 不管你是不了解或者是 不了解就会有两种 一个是不关心 一个就是过度焦虑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观念的宣导 所以我们这个净零论坛 我们不只就是结合了 就是我们的产观学 也结合了我们北台的八线市 共同来倡议 就是我们整个新北 还有整个企业要去走向净零 那就是大家里面邀请了很多专家学者 来告诉就是大家 到底什么是碳 怎么去减碳 那这第一个就是观念的宣导 好 那你有了基础认识 想去做的时候 那大家就跟我们要先做身体检查 所以我们就有了碳检检中心 那我们这边有专家顾问的辅导团 可以去帮你做一些初步的体检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真正的碳盘查是非常深入 非常耗时的 那我们这边先做 真的范畴一范畴 一些简单的检查 然后大概让企业大概知道 自己企业的碳盘状况 然后也可以再从里面去做一个 就是简单的 就是我们这些 净零入境的建议跟规划 那其实刚刚讲说 第一个就是检查完 那但是身体检查是没有办法减碳的 真的要投入实质减碳 那就其实就真的是一个 PDCA的一直滚红式 那刚刚第一个 那就是整个静零入境的规划 一定是从简单的着手 然后低层 就是高成本高效益 低成本高效益的先做 然后做出一些成果 有信心的时候 再持续去投入 再继续往下做 那就是先做一些规划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企业要下去做的时候 当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包含第一个技术上 那有可能是一些 可能需要一些 那个就是设备的汰换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些 就是工作坊跟那个 我们的美赫会 我们的美赫会 就找了创能 除能 节能 跟充电这些业者 来提供一对一的建议方案 之外也提供优惠方案 那当然在简单的入境上 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那我们这是 我们的工作坊 这是首创用问题来报名 那我们就依据您提的问题 去做分组 然后找相对应的专家学者 大家一起共同交流讨论 来解决你目前遇到的问题 那当然最后 其实很重要就是 当你投入减碳之后 其实刚刚提到 其实有时候是 回收成本效益的问题 那搭配一些辅导跟补助 可以让这是一个临门一角 可能刚开始的成本效益 差一点点还在犹豫的时候 如果能够争取到一些补助 那其实他就愿意做了 所以其实我们 在那个我们的论坛 跟我们的那个工作坊 我们也都有去找中央部会来 介绍我们现在的补助计划 那就是而且我们 绿彩联盟这边也都会帮忙建议 就是你适合某个计划 我可以去帮你做一些辅导 你去申请 那让你这个可以加速企业的 那个解能减碳 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 不管是从中央 到地方政府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补助 然后是为了针对这一项 不管是解能减碳 或是相关的一些方案 那我们知道说去年度 新北市推出的这一个四部曲 那目前的话像是这个 媒合会 论坛 工作坊 这都在去年度的时候 都已经执行了 那现在目前还有持续的在做 是这个碳渐检中心 那碳渐检中心是由这个 秘书长这边来协助了 告诉大家说 好今天这个我身为一个公司行 或是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我想要知道说 我们公司到底要如何来减碳 这个碳渐检中心 要怎么做 然后你能够帮助这个业者 直接又有什么样的 怎么去做这个渐检呢 好其实我们去年执行 我们就发现就是放牛班 跟优等 就是那个优等生 其实它有很大的落差 那为什么其实碳渐检中心很重要 就是刚刚我们在讲嘛 其实就有点像 你把它想成加一科 我可能其实有一些 他已经是优等班了 他已经就是他可能 自己知道自己有病适感 我知道说我可能生病了 我需要治疗 没有像有一些 譬如说像电子产业 他们是很早之前就被要求 他们现在的问题焦虑是 我要去什么去用RE100 RE100就是我要百分之百 用再生能源的电 是 你看这个已经就是进程 已经非常前进了 对不对 其他还在就是节能减碳 有一些那种电子设备业 因为他们其实就品牌 很早之前我能做的我已经做了 对我可能2030我就是已经开始要讲 就是我就是要RE100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全场都在思考 就是我如何达到再生能源百分之百 对好那你看这个是优等生 另外呢 再来就是可能就是放牛班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那我要怎么做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中间的就是 我好像有意识到我可能要做这件事情 那可是我要怎么做 怎么做 对那可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为什么其实 在那个其实大家应该都不知道 有一个叫能源大用户 能源大用户就是我800k瓦以上 那政府能源署这边有要求 他在平均5年都要就是下降1% 就平均啦 对他的节能要达1% 好那在能源大用户 因为我就是被管束了 所以我想尽办法要做这件事 这没问题 对啊这边可能也就是优等班 他可能跟你讲说 有啊我冰水主机也换了 我照明也换了 我能做的都做 我能想到的我都已经做了 对然后他们就会很怀疑的问我们说 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好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也讲了 其实十年摩一件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公司协力的过程里面 产业界也非常努力 一直在做一些科技新的 照明对不对 照明你可以再换下一波 好然后再来就是是我设备的部分 可能冰水主机空压机 它的效能都更好了 那你也 然后它的回收年限也会更短 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调整跟台换 还有就是其实很重要 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变频马达 很多它可能还是定频的部分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去思考说 我是不是可以换变频马达 对那像这些东西 呃我们其实实际上 为什么我们说常去辅导很重要 还有就是每一个企业 因为它自己的条件也很重要 我们在辅导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哦那你可不可以先给我看一下 你们企业的一些基本状况 好像你 我们其实最重要会去盘点吧 你的冰水主机20年 哦这个能销一定很差 是 那你可能你每天就是在发电 你的问题就很多 好那如果像是刚刚提了电子业 他们已经就是 哦我厂区旁边已经在铺设太阳能板 但是我太阳能板不够 那我其他呢 我可以去哪里买绿电 这可能是他们就是更关注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企业 他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状况 对 可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说 就像刚刚科长讲的 这是陪伴 可是陪伴我们要告诉他一条 就是很明确 他不能以意盖之 嗯他虽然中间有一个新法 是我们可以就是差不多 但是不行 他每一个 其实他有他的个别化跟分数化 那我们呢针对就是说 像是真的是 是比较可能还在一般出街的 他连这个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甚至在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做 我需要做吗 对其实我们可能每一个 就是辅导下去 大概都两三个小时 一次两次三次 你知道这个其实沟通 其实是很高的 对 那为什么我们 我们刚刚可以很实际跟你讲说 啊我们跟一代沟通 跟二代沟通就是不一样 一代就会觉得 那不然 我不要做啦 我又没有订单 那二代就会觉得 哦我其实我对环境有责任 我对这个地球有责任 就永续的这样子概念 不管是对企业 或是对环境 他都有这样的概念 对那其实像我们之前也接触过 他是食品厂 他其实他们自己也很积极 他们自己先改了设备 在制程上面 可能对他们的制程效益更好 好可是呢 一样嘛 其实我整个工厂要运作 我可能有风 那个风骨 那个风机 就是那种风扇 然后马达 嗯 那很多还有一个中小企业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是维护的重要 是维修 对 其实因为他定期 只要要去定期维修 那我的效能就会好 可是很多他没有嘛 他为什么那个电功率 一个风扇 摆在那边十几年 就这样子让他一直转 对 他是光是那个污垢 你可能清一清 他的效能 他的效能就会变好了 对 可是像这些东西 你没有实际去防长 你没有实际去告诉他们 他们不知道 是 那你说其实这会花钱 花很多钱吗 可能也没有 那只是他们说 对耶 这个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因为大家不是是说 我们还要提倡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不是是说 我们一定要一直在做设备的更新 是我设备要好好的维护 就是在提醒大家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推动 就是 第一就是我们能源效率一定要提升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回去检视 我自己 自己怎么 对无论是厂区 还有就是下一个 其实最大的影响会是 其实住商部门 佔我们的那个用电是四成 那住商部门包括什么 我们就是去剪头发啦 火锅店啦 吃什么的 对对 大家也知道我们其实火锅 有没有我光是电磁炉 大家去试想哦 他们成本可能不止高三成 哦对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 就是去鼓励 那一样就是 其实政府已经有一些补助的方案 那可是呢 其实说真的 小商家还是很忙 就像我们 我们也会为什么会说 这个推动其实很重要 是你要让小商家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有什么补助哦 然后他们其实我们去年 其实大概访了600家的这个小商家 商圈的这个商家 他们很多其实说 哦还有这个补助哦 我都不知道 我相信很多店家 或是很多民众 他其实是不知道 他或许他想要做 他听过他想做 但他不知道说 原来我还可以去申请补助 对 那所以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是一个观念 我想一转就可以转过去 然后来就是我们也提到 刚刚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嘛 我可能从设备从维护去进行 再来就是我们要用电行为的改变 啊像很多时候水手关灯啊 对从小到大 大家都讲到水手关灯 就这个北极熊啊 然后什么的 对就是很多的东西 然后然后再来 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其实很有趣 像我们其实去房厂 他们其实像 因为其实现在的尖锋的时间 已经有调整 工厂就会怎样 他们现在是下傍晚四点到晚上十点 现在这个尖锋时期是算这个时段 所以工厂会怎样 我会自己调制程 我把制程往前移 我四点之前完成我的所有的运作 好那我是不是在尖锋时间 因为以前大家是不是印象中 都是中午时段 是最尖锋 对那可是因为随着再生能源的发展 其实我们尖锋已经变成 对那所以 可是大家是不是其实忙着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很多时候 就把这个成本就加在自己身上 对所以我们在想说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用电行为的改变 我们就是跟着尖锂峰 自己去调配自己 那再来就是电气化 那像刚刚就是也提到什么脱煤啊 怎么样子 那其实就像我们知道 政府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技术 跟那个在做推动 那我们其实在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 所有市府推动政策的一个帮手 那怎么样子让就是 呃我们的企业了解 现在就像刚刚有提到 其实有一个东西叫疫后振兴方案 那以往政府其实是不补助设备 那在这边呢 他们这个疫后振兴 就是他会提供补助 对那有一些呢 其实像我们隐形冠军很多 我们隐形冠军 永远都是自己在那边默默做 可是其实我们就说 没有你可以去投SBIR 就是他是小型企业的创新研发 那像服务业 如果你有试试创新服务 就是SIR 那很多企业他们说 哦天哪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可以鼓励这个企业 其实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个 潮钱能减碳这样的目标 而且这也是势在必行 一定要开始做的 其实就可以这个 其实可以先透过新北市的 这一个探检检中心 先下去做 然后呢探检检中心 他其实就会帮你这个 来先做这个企业的自我的检视 然后同时呢可以设定这个 净零的这样子一个目标 跟时程 然后同时当然 他有了这样子一个目标 跟时程之后 他就要定期的去看说 你到底有没有做到 然后要该怎么的去做 然后他的执行检讨 最后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 所谓的探检检这样子一个目标 那这也是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绿色产业联盟当中 很着力要做的事情 那比较好奇的是 有没有你辅导过的一些产业 他们在转型前跟转型后 他的差别 好其实像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说 其实是一个进程的协助 我们其实呢 每次我们去做厂区辅导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一个 就是自我检合表 那他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没有成立能源管理小组 然后另外呢 我们就会再设备 设备的部分 第一是照明 然后第二可能就是电力 对 然后第三可能就是其他 那很多的他们第一是 其实像现在所有永续的概念 就是我要一个就是 就是领导去执行这个能源 或者是永续的专案 去做一个管理 那很多他们都说 没有 没有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可能啊 渐灯减碳 我就随手关灯啊 我就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做这些 可是靠自发信的 对靠自发信 可是其实 我并没有从数据上面 去了解 可是 到底成效到底做了多少 或者是啊 我就每天就这样做啊 嗯嗯嗯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说 就像为什么我们其实 刚刚也提说 我们其实实际去跑场 我们数据是直接回来 很多都说 有啊我照明有换LED灯啊 然后但是其实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bug 大家都没有那个 因为其实电力系统 大家是不是也忽略了 其实我们很多叫电梯 哦 对 那大家其实在电梯的部分 其实这一块又是很大的问题 可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然后就问说 那你们电梯啊 有没有就是什么调配啊 因为其实电梯真的很好电 是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设备 设备 我们其实就会根据 他们自己厂区需求 就是主设备 其实 因为那个跟产能的相关 所以他们其实都会花力气 在这个部分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空压机 冰水主机 其实厂区的很多关键 还有就是什么 锅炉 对 然后还有水塔 嗯 那其实有一些 他们已经做得很好 就是有一些 可能尤其是外国的 就是外商 他们就是开始就是 哦好那我可能就是 我上面屋顶 我就来做光电 嗯 然后呢我 其实我能改的 我就是做什么 还有绿屋顶的哦 是 对现在也很流行 对就是有些已经 对已经做到绿屋顶 然后他们其实是会做什么 会做废热回收 对 对那你看那个优等班 已经是非常 已经跑到很前面了 已经非常前面了 对好 那再来就是列等班 他可能就是说 天哪我连就是 但没有错 其实我们也是实际有去看到 就是说 有一些真的很传统的工厂 他这LED都还没换 嗯 还在使用传统的 对因为对他们来讲 我可能要换成LED 嗯 他从传统的灯泡 要换成LED就是一笔 对 就是就是一笔费用 对 很大的一个成本跟开销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可是其实 我们后来发现就是 您说这个 我就跟你讲嘛 就是我们从初阶班 好了可能幼稚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那其实我们碰到 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挑战 嗯 可是重点其实是 我们怎么样子 在他这个阶段 提供他需要的 嗯 而不是我们就是 你知道其实供给跟需求嘛 我们不能就是 人家明明现在的需求是 比较初阶的 我们就提供他最初阶的 那他如果真的是很进阶的 像很多集团 他们甚至自己会去做 组织碳盘查 已经做到组织碳盘查 跟就是产品的碳足迹 那我们其实也非常印象深刻 是其实新北施的观光产业 已经就是在做 想要就是在做 那个产品碳足迹 是哦 对他们已经想要就是做 我可能要做零碳商品 附碳商品 对 那你也很难想像说 我们还有很大的一块 连电灯都还没换 对 对所以我们就会说 其实这永远是不闲持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 大家一定都要一起做 对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你真的不知道 没关系 我们就先问 嗯 那问是因为其实新北市政府 有一个非常好的 叫探检检中心 那大家其实本来会很恐惧 是说我如果去跟 就是顾问公司 我不知道我要花多少钱 是对 对 顾问费通常都是还蛮高昂的 对那 好那我可能大企业 我可以付这个顾问费 他可能帮我做一个全盘的 解释 好可是可能中小企业 这就是我也觉得就是 为什么去年 其实探检检中心会很成功 是因为第一 我们也先减少你的焦虑嘛 第二其实我们 全部一起去做能效提升 跟就是可能 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 其实有些也非常先进哦 他们已经讲说 那我那边有一块林地 那我可不可以算探权 就是 对就是你知道其实 就是我们的那个问题 大家能想的 就拼命的去想说 有什么编薄还可以弄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 那当然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要呼吁就是 因为其实现在是因为很多其实法规 就像其实 呃今年也才公布143项的方法论 他其实是可以去做自愿减碳的 自愿抵患减量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为什么会一直很 焦急的也是是希望法规可以更明确 因为明确了之后 大家就知道怎么去执行嘛 啊如果现在大家都很不明确 我们也不知道 啊就说 啊现在就是不能换 啊又更怕是什么 更怕有些人他还会去买探权交易 就是他自己工厂灯也还没换 他就全去买 对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那像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我们 我们想说处处是商机啊 你也可能处处是危机 是 对那我们其实为什么就是 那政府其实就是 也不是说防诈骗 但是希望就是我们在减碳的路径 大家其实透过这个集思广益 那可以就是减少 因为我们也看嘛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的会员都是设备商 是 那就像 呃我们的会员可以直接告诉我说 就像 异光我就是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 嗯 我的那个技术就是全球第一 我没有那个无悬念 冰水主机就是说 我所有出场的全部都是一级能效 嗯 对啊我们其实在有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更担心的是 可能外面可能有一些房间 可能卖二级三级的给你 对 对那我们自己其实房厂呢 我们也会去就是 有一些其实厂区他们可能想说 哦那我换二手的设备可不可以 对那可是 就为了要省成本 对 可是我们现在就要告诉他说 哦那你真的要算清楚 你不见得 你把那个耗电量算算 不见得划算 对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有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要面对面的去沟通 然后我们其实的服务立场 就是你要站在这个企业的发展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 他就是一个路径 我刚开始没问题 可是我就是提供你可以的 资源跟服务 那我们自己给也提供的 就是有一个那个 减碳的这个减盒表 真的也是马上有企业说 哦那你这个减盒表 可不可以银本给我 我以后就按照这个 就是SOV 就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对我随时去做检视 所以我就说 其实为什么 其实很多的互动 我们其实就变成是 公司协力场观学研 一起去做推动 嗯没有错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确实在这个我们的新北市 有很多的产业 有很多的企业 其实已经跑得很前面了 当然也有很多的 这一个公司行号 或者说中小企业 他可能现在还是落在那个 最后可能到现在 还不知道说到底要如何的 来做这个节能减碳 如何来做这个企业转型 这部分很多时候 又必须要靠工部门 那以这个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 金发局来讲的话 我们要怎么的去鼓励业者 或者说怎么去协助业者 然后不管是提供补助 或者是提供像这样子的一个 健进的中心 要怎么来帮助这些 还在后段班 或者是中后段班 这些学生呢 大家讲说 因为其实去年的碳基金检 算是蛮成功的 那我们 当然我知道 其实还是蛮多 可能还 还没有办法接触到 所以我们今年 就是1.13年 我们打算升级 让他去巡回健检 对 从定期健检 现在变成巡回了 对对对 就是大概规划20场 大概就是以巴黎 因为我们巴黎是宣示2030 就要进零碳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五大工业区 那是我们厂商最密集的地方 去做巡回健检 那当然刚才提到 就是说 除了观念的宣导 因为去年大概 其实还最主要是 观念宣导 跟初步健检的阶段 但是其实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蛮多 已经今年会迈入 就是实质减碳 嗯 所以他的一些 辅导补助资源 会更重要 那也搭配的 其实现在中央在疫后 提供了蛮多 刚才提到就是 那个数位转型 跟低碳转型的 一些补助计划 所以这 今年我们的两大重点 会在这里 就是第一个 更在地的去服务 第二个就是 加强中央一些 辅导补助资源的链接 就是帮助这些 其实想做 可是因为比较成本上 可能比较 有一些口量 对对对 那推你一把 让你开始愿意往前走 目前今年最主要就是 在这两块 是 哦好 那相信呢 在今年多的话 这个新闻市政府 其实有一些 这个巡回的渐检 想要参加的这些 产业啦 或是企业的话 其实就可以 一起来到这样子 一个碳渐检中心哦 那其实 这个做这样的一个 渐渐检碳 那公司必须要 这个 身先立足 然后开始做这些 设备套换 但是 当然员工的心态 也是很重要的 还蛮好奇 像以易光来讲的话 你们在公司 等于说 因为你们毕竟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 节能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形象 那你们要怎样的 把这样的一个 公司企业的这个DNA 能够植入到员工当中 我不知道你们在自己 平常在公司里面 你们自己的员工 或是说你们自己在这个 呃部门当中 有做一些什么 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是可以让 帮助这一个企业 更加的 节能减碳 好 谢谢主持人哦 这个的话是 刚刚所讲的 什么都不用做 组织行为的改变 就可以有10% 是 以我们公司来讲 本身我们就已经是做节能的 对 那组织行为的改变 如何让他去做组织行为的改变 像我们现在来讲 每天我们拿 在一个技步器啊 有一个叫做 每天8000部 健康是有保固 那这8000部呢 有很多的一个奖励 还可以摸财 所以公司的员工 我只要就是每天有8000部 不用到1万部 我9到8000部 对 然后刚刚秘书长都有讲 电梯是一个很耗电的一个设备啊 那如果让员工他讲说 我今天坐在办公室里面 那我没有8000部啊 嗯 那我们董事长的话 智力还是要求 所有人要动起来都8000部 他自己也每天他都会 最起码1万部以上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带动企业的话 就是电梯的话 变成使用量就少 我就爬楼梯 增加我的部数 把我今天补的缺的 我把它补一补 不然的话我扣打会不达成嘛 这个的话是一个方式嘛 那第二个方式的话就像 我们先给 譬如说我们公司有一个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的话 他现在都强调你咖啡 你来只要你自己拿杯子 支带杯 省五块 我们还不但省五块而已 我们还可以记录下来 然后的话呢 抽机票啦 然后的话抽节能的东西啊 对 那这样子的话 自然而然 我们一记下来啊 可以省6000多个纸杯 因为我们从后台一看 哇省个6000多个纸杯 对 那像这种的话 都是一个组织行为的改变 那再者 去年的话 康建杂志办理啊 就是那个 自动食府的一个活动 那他第一次 第五届来第一次 颁那个白金奖 我们公司啊 很荣幸的话 就是白金奖的那位 那当那个 那个什么 康建杂志那个 主审的话 问我们说 疫情期间 你们看 他自动食府 那你们的话 怎么他们动起来 我简单的 跟那个委员的话 就是说报告 很简单啊 疫情期间 大家都不能动 我们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 teams 连结起来 然后的话 那个带动的老师 在他家里 就可以带动唱 然后所有的 视讯 然后你就跟着 这个 视讯体操课 体操课 就跟着那个健康的老师 一起做动作 那做动作的话 做完以后 我们在野的话 也是一样 可以参加我们摩采 哇 那几亿的话 24的话 也可以换 我们的那个 类似运动的一个产品 那这样子的话 都是自发性的 都是公司同仁的话 自发性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赚到公司的健康 我们这样子推行的 差不多五六年来 我们每年都有渐渐 所有同仁都会渐渐 然后我们的上高 就逐渐逐渐一直往下降 这其实对于企业的 永续发展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方式 对 因为人才是公司最大的一个资本 对 哇 其实真的很多老板 很多员工都希望说 老板赶快看一下这一集 原来很多幸福企业是这么做 然后是让自己的这个 企业的员工 真是打从在工作的时候 就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节能减碳的方式 能够升职在自己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而且刚刚这个我们的先例有讲 这个组织行为的改变 其实就可以降低10%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达成这个 节能减碳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有很多都是跟企业相关啦 那对于一般观众来讲 人会觉得说 这感觉上好像离我还是非常的遥远 因为你讲的都是企业 都是公司行号 那一般民众来讲的话 还有哪些部分 是其实我们现在一般民众 或者是说小型的店家 其实也可以来做的 针对一般店家的话 当然其实还是一样 其实最低一个 那就是这些 不管是登具的态患啊 或者一些节能家电的态患 那当然因为不同的行业 别会有不同的需求 就像刚刚其实提到美法业 它同时有在使用热 就是热水跟冷气 那热棒就是一个很好的 它把制冷过程中产生的热 再回收来当热水 那那个节电效率 其实都超过50% 当然就是 其实越深入的节能 就需要越个案的去分析 那其实 当然就是 其实只要大家有兴趣 其实都可以 因为我们都有专门的专家辅导团 那其实他们都有不同的专场 不管有的是在 在什么空压机 有的是空调 甚至 甚至在光你建筑 如果能够做适当的隔热 那其实或者是做一些循环 其实就可以节电 其实不一定要花大成本 而且这些东西 它的我们其实评估过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感觉上 我们今天提到很多 跟ESG有关的 很多都是金管会控制的 这些上市上位的公司 但是刚刚秘书长 其实有提到说 其实有很多它的这个产业链 后面的下面 中下游的产业 其实很快就需要面对这样子 一样是ESG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目标跟政策 对不对 而且其实也跟就是子婷分享 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现在年轻人 大家都知道少子化很严重 对不对 像只有幸福企业才能吸引年轻人 就是投入 对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现在其实缺工很严重 那我们就是想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把 我们其实企业要回到 我要怎么样子变成是企业永续 永续经营有一个关键 就是人是最大的资产 那资产里面像现在 我们其实有看到 国外的这个报告 现在就是年轻 就是一般在求职 他们其实认同的已经不是价格 他们认同价值 对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我 这个为他卖命 对然后再来呢 为什么其实我们去看 其实最尖锐的资本主义 已经在欧美市场 欧美市场 他们已经为什么 他们也就是去追求认同 像联合丽华 还有就是他们很多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去探讨 还有就是HMM 上次不是说光是童工 彩棉花 他们就是往 就是这个整个整个的 那个消费就是往下 所以这样现在的消费 已经跟过往不一样 第一是我员工 我要找到好的员工 我的公司要够就是够永续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是因为大家 现在没有想要高污染的东西 那我要怎么样子充 原本我可能是价格很低廉 那我怎么样子转成是价值 不过呢其实刚刚讲到说 像是政府啦 然后还有这些产业 那还是要回归到这个 企业主身上 所以我可能还是问一下说 像异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你们觉得在自己 从企业当中开始推行 这样子的一个 减生减碳 然后甚至协助政府 一起想要达成 这个净零碳这样的目标 对企业来讲 你觉得这一条路好不好走 然后你要怎么告诉其他的 还没有加入的这些企业 要怎么样的跟你们一起来看齐 那个的话先换照明啦 赶快先把照明换掉 可以节省这个15$ 这个的话可以提升企业的一个形象 还有我们CSR 善尽企业社会的责任 那还有刚刚就讲的 提高的话我们品牌的价值 企业的价值 那也呼吁所有的一个企业主啊 现在的话 减碳它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减碳它是企业生存的问题 是 的确喔 今天这个透过三位来宾 让我们了解到 这不只是新北市政府要推动 这个2050年 然后要达到净零碳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的目标 其实这跟我们的生活 其实息息相关 包括你的公司行号 包括你的所在的这个企业 然后你的产业 甚至回到我们的个人的社区 然后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 其实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也希望今天三位来宾 可以各自在自己的这个岗位当中 持续的努力 为我们的这个地球 为我们的环境 能够持续的尽一份心力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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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相信这几年大家一定有感受到 温室效应以及极端气候 对我们的生活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这让我想到 大家常常都会把节能减碳做环保 当成一个口号挂在嘴边 但是扪心自问 真的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 或许你可能会说 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能有多少改变 但我知道的是 如果你我都不做 那我们的生活 这片土地也只会越来越恶化 访台湾今天三位来宾 也让我真的认识到 新北市政府是许多大型产业的重镇 因此新北市政府是真的 用心想要推动尽名探的目标 由于调容的服务 也能够寻求产业联盟的协助 让企业可以透过见解 知道要如何的达成ESG 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 那除了今天讨论的大型产业之外 中小企业啦 一般店家 公司行号 甚至是身为市民的我们 是不是也能够尽一份心力呢 当我们下次再抱怨天气异常 春天不像春天 夏天越来越热的时候 也应该要反思一下 我们到底对地球做了些什么 赶快付出行动 为自己也为我们的下一代 留下干净的生存环境吧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曾子庭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